阿斯匹林在日常生活中,是一种非常常见的药品,很多人在感冒催疏之后去药房买药,医生都会给患者开阿斯匹林这样的药品,因为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解热阵痛的药物,用于感冒,发热和头痛,这样的疾病是有很好的效果的,但其实这种药物的作用还是很广的。 那么阿斯匹林可以用于什么疾病呢?赶快来看看这篇文章,这些方法是很少有人知道的。 第一,阵痛,阿斯匹林是一种非常有效的阵痛药物,如果患者因为动了手术,或者是受了外伤而感觉到非常疼痛,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可以给患者服用一些阿斯匹林,这样就能够很好的减轻患者对疼痛的感知力。 从而就形成一种疼痛感,在慢慢减轻的错觉。 第二,消炎,阿斯匹林同样是一种很好的能够消除人身体上的炎症的药物。 有很多人因为病毒感染,伤口感染,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原因,到自己体内产生了一些炎症。 这些炎症就会导致病情反反复复的发作。 在这样的情况下,病人最好服用一些阿斯匹林,将身体里的炎症消退下去之后,才能够很好的控制病情,不让心反复的发作。 第三,美白,阿斯匹林这种药物除了能够治病之外,也能够让人的皮肤变得更加白皙。 和治病的时候有所不同的是,阿斯匹林用于美白的时候,必须要采用外敷的方式,不能通过口服,其实用阿斯匹林做美白也特别简单。 把阿斯匹林碾碎之后,用适量的水将其调和,再用这样的水将面膜自尽透,之后就像敷面膜一样敷二十分钟,再用清水把脸性干净。 这样长期坚持下去,人们就能够很清楚,看到自己的皮肤确实变得更白皙了。 现在有很多人因为穿着不合适的鞋子,或者是不讲究外生的坏油脚气,其实阿斯匹林同样是可以脚气的,在使用阿斯匹林脚气的时候,人们可以将适量的阿斯匹林免粹混在一千毫升的温开水之中,再用这个水来泡脚,在泡脚的时候一定要边缩边泡,每天泡一次,坚持半个月,这样就能够成功治好自己的脚气病。 看了这篇文章之后,大家是不是觉得阿斯匹林真的是一种特别神奇的药物呢? 如果大家也存在着上述的一些疾病的困惑,那么也可以尝试用阿斯匹林来进行。 只要能够坚持下去,相信不管是什么疾病,都能够得到有效控制的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